它们是天生的模仿者 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能被它们演绎的唯妙唯笑 这是一群非洲土著 哈扎人 哈扎人的捕猎技能十分高超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树里呆的 几乎没有什么是它们捕捉不到的 甚至在漆黑的夜晚 它们也能一件射中百米外的肺肺 哈扎人的捕猎方法十分罕见 它们会在不同的剑上抹上不同的毒枝 用来捕猎不同的猎物 这是一只重剑的羚羊 毒素在它体内蔓延开来 使它不能动它 哈扎人很聪明 它们会将猎物利用到极致 部落成员用牙齿咬住羚羊的耳朵 以此逼迫小羚羊呼唤 引诱它的母亲过来 一旁的猎手早已准备好陷阱 只要羚羊母亲赶现身 那必定有来无回 可惜的是 羚羊母亲并没有过来 哈扎人不喜欢等待 它们就地咬死羚羊 带着羚羊继续向前 哈扎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它们能一眼看出树里面有没有东西 这棵树里面藏着一只猫羊 哈扎人用斧头砍开树杆 用石头堵住出口 接着 它们在树的另一端又开了一个洞 把猫又从树中抓了出来 除此之外 体型稍小的鸟类 也逃不过它们的火眼金金 甚至是鸟蛋也能轻易找到 哈扎部落的人很多 仅靠这点食物并不能维持多久 接下来 它们要去狩猎更大的猎物 沸沸 这是非洲土著原始的打野方法 四个哈扎人 边跑边模仿沸沸的叫声 对附近的沸沸展开了包围 沸沸的警惕度很高 它们发现了猎人后 抓伤猎狗离开了这里 这次狩猎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 哈扎人并没有气馁 它们重新制定了一个计划 决定晚上袭击沸沸的老巢 哈扎人很喜欢吃沸沸肉 说到沸沸时 它们还会模仿出沸沸的神情 为了提高成功率 哈扎部落这次出动了10人12狗 到了晚上 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工具 它们分为两队人马 一队负责点起火堆 吸引沸沸的注意力 另一队则是趁机摸进沸沸的领地 对沸沸展开攻击 周围到处都是沸沸的叫声 突然间 负责吸引的哈扎人 发出攻击信号 攻击组所有人收到信号后 立即扔出之前准备好的石块 在这乱石中 一只沸沸被击中 从石头上掉下来摔死 令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 哈扎人即便在夜晚 视力也是相当好 这个人在百米开外 发现了一只沸沸 它拉弓射箭 竟然精准地射中了猎物 中了毒箭的沸沸 注定跑不远 哈扎人决定先睡一觉 等天亮了再去找 以防被沸沸偷袭 第二天 所有人带上猎狗出发寻找沸沸 这次收获满满 抓到的沸沸 重达几十斤 有了它 部落起码能吃上好几天 哈扎人不仅捕猎能力高超 同时 他们也是掏蜂窝的高手 长期的野外生存 让哈扎人的皮肤十分坚硬 他们能在无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去掏蜂窝 甚至 他们还敢直接钻进树干里 硬扛成千上万只蜜蜂的折咬 只取蜂蜜 哈扎人的生活条件很艰苦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所有人都要为吃的发愁 食物匮乏 使他们不会放过任何进食的机会 除了食物外 水资源在这里也是十分稀缺 在这种地方 想要喝一口干净的水 都成了一种奢侈 现如今 全世界的哈扎人只剩下不到1500人 其中只有400人仍然保持着原始生活 当地政府为了不让这个部落灭绝 允许他们在当地继续打链 可即便如此 受其他部落的影响 他们的生存空间 还是变得越来越小 虽然很残酷 但这也是没办法 毕竟物尽天责 强者生存 这才是部落里的生存方式